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早上平安 今天由我来分享历维吉第十一章 主题为《洁净十五之力》 主要经文在44节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在这一章讲到洁和不洁净的圣物 因为神知道民总是以世为天 那么神要在以色列,特别是他们日常生活中 特别注意事物的结和不洁净 要他们过着归神为圣的信仰 也管理他们的社会生活 特别是他们生活在埃及的时候 那理由非常的简单 耶和华神要做以色列的神 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这洁净是与清洁卫生有关系 因为这是注重身体健康的圣洁 然后洁净与敬拜上帝有关是因为 这注重在信仰生活的圣洁 那这洁净第三是与分别卫生有关 是希望他们在埃及的社会里面生活的时候 他们社会生活的几近 所以又在四十五节的时候 上帝又抢到说 我是把你们从埃及里领出来的耶和华 要做你们的神 所以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那神在圣洁里常用飞群走兽或者昆虫做些比方 特别来教导他的百姓 比方说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的十六节 就告诉我们要灵巧像蛇 寻量像鸽子 在以色亚书五十三章第七节的时候 就要叫我们忍让宽渠如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 避口无声 那只要在以色亚书第一章的三节说到 牛女认识主人 世人却不认识神 那只要在以利弥第八期 就官僚 班旧 燕子 百合 都守候当来的使令 主的百姓 却不知野火的法则 那只要讲到这几节经文 说到 软入无力的人就好比重取 那诗篇三十二第九就说到 我们不可以固执像鲁鱼 然后 只要在彼得后书第二二十二这里就讲说 不能像 误会上诸 反恶 如狗 接下来就讲到 凶暴如狼在这几节的经文 甚至在这 惨害 如废 在这其他的经文 甚至说到贪婪事物的这些情类 所以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群走兽 在利弥基地 是一章的一到三节 耶和华和摩西亚伦 这时候耶和华是对摩西和两个人 两兄弟一起说话 所以在他们向他们说话的时候 他说你们小义以色列的必定要让以色列知道 在地上一些走兽中可吃的可吃的乃是这些 繁体分两半 倒角的走兽 你们都可以吃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 洁净的走兽 洁净的走兽 你在看这个图的时候你会发觉到 风体 他们的脚或是分体的 所以不管是牛羊 这类的 绿 那么 倒角是因为他们吃的时候呢 就是倒角的 所以倒角的动物 那进入第四到第八节的时候 就是另一组 那倒角或者分体之中不可吃的乃是 骆驼 因为倒角不分体 就像这个图的 那骆驼因为倒角不分体就有那么不洁净 沙凡因为倒角不分体 所以跟骆驼这么一样 就有那么不洁净 兔子也是 因为倒角不分体就有那么不洁净 那猪呢 是因为提分两半 切不倒角 就以你们不洁净 第八节说到这些瘦的肉 你们不可吃 死的你们不可摸 都以你们不洁净 所以来到这里就是第2竹 不洁净的长寿 就有猪啊 骆驼 兔子 沙凡 那只要讲到呢 猪的话我们 常吃的 猪脚啊 或者猪脚肉啊 或者是香肠这类的 是否呢 就是 非常 美味的 菜肴 却是 在就业的时候 指定为不洁的事物 那这里分明 来解释是 分体是什么 分体的走势 在地上行走的时候 都会留下一个 分开的 脚印 那这里表明 信徒原形几字 也当留下 处得 记号 所以在 格林多厚 第6章 14到18节 希望大家能够 意义的来看 这里所指定的就是 不要与不信的 同 互 亦 亦 不管是 在相交 相干 相合相同 这一切我们都 不可 一定要从他们终结出来 倒角的意思是 倒角的走受 吃了东西 喝了水 急水 躺下 然后慢慢的 吃过的时候 就细细的 嘴角 再一再二 二再三的 一直咬着 所以这是 倒角的意思 那分体和倒角呢 就是指明是 分体是代表 外表的 看得见的 倒角确实指 内心的 看不见的 那这里就表明 一个善恶分明 是非有别 明暗分开的人 必会喜爱神的话 看众生的道 常常掩读 思想神的话 这就是从这种受当中 来教导我们 进入第二类 就是鱼类 是第九节开始 水中可吃的 乃是这些 凡在水里 海里 河里 有吃 有淋的 都可以吃 凡在海里 河里 并一些水里 流动的活物 无吃无铝的 你们都当 可 以为可 这种 这些 无吃无铝 以为可证的 你们不可吃 他的肉 死的 也当 以为可证 凡水里 无吃无铝的 你们都 当 以为可证 所以这里讲到 就是在水里 只要他们是 鱼类的 海里也好 河里也好 这一类的 只要他们是 有吃 有铝的 都可以吃 那么那些无吃无铝的 就 要当为 可误的 可证的 所以来到这里 我们就稍微来看这些图 怎么讲是 有吃有铝的鱼呢 就如这图一样 那无吃无铝的呢 我们 比方说 鳗鱼啊 在这里 这个四个菜 有看的相当的 美味 可口 但是 却是属于 无吃无铝的 那是我们 平常人 就是 常人 学习爱的 那来到这一类的时候 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 这有吃是什么意思 吃是给予 有能力 有能力 抵抗 来自海 或者河的潮流 面对各种的障碍 也能不断前进 那么就是说到 基督徒在世界生活 无论面对罪恶的潮流 异教之风气 深色的迷惑或者仇敌的笔墨 就当逆水行走 这就是他的意思 讲到有铃了 铃身在鱼全身 从头到尾巴 紧紧的密布透风 不让任何东西 除破鱼的皮 周全保护着鱼 那灵鹰紧赴全身 即便已经过 屋主之水 仍然保持 肮脏的水 仍然保持清洁 光亮的 那么这里就表明说 神的话也是纯洁的 能使我们处在 就是像花一样 或者像鱼一样 出污泥而不染 就如这几节的经文 所描述的 那我们来看 飞行是记载在 十三到十九节 铁鸟中 你们当以为可证的 不可吃的 乃是鸟 狗头鸟 红头鸟 咬鹰 小鹰 以其类 乌鸦以其类 鸵鸟 以鹰 以鹰 以其类 小鸟 如吃 猫头鹰 脚吃 地狐 鸵鸟 观 入食 以其类 待人 以别户 这里 总共有 二十种 的 这个 飞行种类 那这里 你会察觉到 差不多 所记载的 全部都是 不可吃的 看为可证的 所以第一个 就是如这图 所列给你看 若我们对这些动物 不怎么熟悉的话 一看这个图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鸟 的种类 和这鹰的种类 进入第二的 就如鸵鸟 野鹰 或者乌鸦 这一类的 你就看这个图 你就发觉到 这些都是可证不可吃的 这些都是可证不可吃的 进入第三群 就是官路师或者是待人或是辩护 这些都是被指定为不可吃可证的 那假如我们在看这一图的时候 其实这个叫做待人 是以色列常见的一种鸟 有非常美丽的一毛 在2008年的被形成以色列的国鸟 那么假如你看这鸟的时候 他通常都是不处理 除鸟的疯辩 就是甚至呢 他自己呢 在从他尾巴那边呢 来会放出一种的 非常很臭的一个液体 所以这就是使他呢 变成一个 出名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是稍微带出来 让大家认识的 其中一个鸟类 那么这飞禽里面 为什么20种的鸟类 都属于不洁净可证的呢 有四个原因 那在这里就分出来 大概给大家知道 第一就是喜爱 死肉 他们是吃死的肉 那这里呢 如这这几个飞禽的种类 那强调的是什么呢 强调的就是 如人这样不洁净的人 总是喜欢说一些误言 误会的言语 门口呢 诅咒呢 苦读的言语 舌头呢 总是诡杂的 然后心里呢 总是喜爱 罪终之乐 如淫乱啊 读博啊 喝酒之类的 那时间的允许 所以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就不读其他 这经文我鼓励你来查验一下 第二个原因是凶暴或者是残忍 那这一类他们因为喜欢争斗 或者吃血喝血 所以就变得非常的残忍 所以如图鸟 图鹰 第三他们喜欢黑夜 所以凡是猫头鹰啊 野鹰啊 狐啊 他们是一种活动来秘识的 第四 就是贪食不愿 如乌鸦 那么世人若多贪食 最久贪爱钱财 或者贪爱美食 也就是因为这是非情 所预表带出来的意识 就由这四个意识 来到第三群的就是昆虫 记载在20到23节 这里说到凡有翅膀 用四足爬行的物 你们都当以为可证 只是有翅膀 用四足爬行的物中 有足有腿的 在地上蹦跳的 你们还可以吃 其中有蝗虫 马蚱 蟋蟀 蟋蟋蟀 咱们 蟋蟀蟀 这些你们都可以吃 意思是说在昆虫之类 只要它是跳跃的 那捷径的 它能够跳跃 虽然它有吃有助 但是仍然是属于捷径之类 这里就列出了四五种 然后我们再看昆虫的另一群 是为可证的 在这二十四节 凡有翅膀 二十和二十四 凡有翅膀和用四足爬行的 而你们都当以为可误 这是不证的 所以在这个图里面 你可以看见这一些 进入二十九 节到三十节 或者四十一到二十节 这两边都是讲到地上的耙物 那地上耙物与你们不接近的 乃是这些 有鼠四鼠 西翼于其类 庇虎龙子手工蛇 蛇衣燕挺 这是二十九到三十节 然后进入四十一到四十二节的时候 他说凡地上的耙物是可证的 都不可吃 凡用肚子行走的 用肚子行走的 用四足行走的 或者有许多足的 就是一切爬在地上的 你们都不可吃 因为是可证的 所以这里你会发觉到 就是在地上的爬物 只要它是不飞的 是用肚子而爬行的 都随不接近 那么这里也强调一些 就是他们死了掉了 那些掉在哪一个容器 或者哪个衣服里面 都看为不接近 因为他们都是属于地上的 那不接近的这些 列在这里的 你会看到有 有鼠四鼠 因为他们是住在洞里面的 虚和其类 壁虎龙子这些 所以这一图就稍微解释 告诉你们哪一个动物 是我们曾经看过 且被列为不接近的地上爬物 那么这地上爬物 为何成为不接呢 我们来看 为什么 因为他们永不离地 其实他们用肚子 用四足在地上爬行 永远是属于地的 在地上爬上爬着的 所以有人 这里就表明说 有人看世界 那我们有人注重了罪孽 他们只注重了 看重今世 今生 或者是可以看见一切的 所以这就是他的意表 那么只要讲到那些 捷径的 可以吃的 就有崩跳欲飞的 这表明什么呢 就如信徒 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们是天国子民 我们就应当思想上面的时 更要盼望那美好的家园 盼望与神同在 所以从这些的条例 主要的目的 是要神的百姓追求圣洁 因为神是圣洁的 那么并要有分别出来 过着真正分别为圣的生活 对于这些不洁净之物的处理 怎么呢 有这五点 只要的是看为可证的 可恶的 我们就知道是不洁净的 那么就是不可以摸 特别是他死的时候 不可以摸 吃到晚上 因为都会不洁净到晚上 所以一看到这些地上 所有的爬屋 我们都知道可证可恶 不可摸的甚至不可摸 还不可吃 那一旦 这些死了的 爬虫也好 昆虫也好 一旦掉进这些瓦器里面的 就是不洁净 甚至我们都要把那个瓦器打破 那凭着四十节的时候 比方他说呢 有人吃了 那死了的早受 必不洁净到晚上 并要洗衣服 拿了十种兽的 必不 甚至就是你拿着 杠着 带着这些动物 都要洁净 那进入四十到四十次节 我们就来看到 神自己的宣言 他如此的宣告 那这三节说到什么呢 我是要还你们的神 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所以一再的强调 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洋 误会自己 我是派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烟花 要做你们的神 所以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那四十就说 这些早受 总结在说 就是这些早受 飞鸟和水中 游动的货物 并且地上爬洋的条例 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 可吃的不可吃的货物 都分别出来 原因就像一开始我说的 确定他们身体健康 所以他们就是不处这些 肆腐烂的鸟类 瘦之类 因为怕感染疾病 另一个就是让他们 以其他的种族 能够有分别出来 因为比方说 非圣徒通常都是 以住来献击 这就是为何他们要在当地 有个分别为圣出来 同时神也借着这件事情 来提醒所有的以色列人 因为住在他们中间的神 是圣洁的 所以凭着 可林多后书第六章十七解说 又说你们 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 以他们分别 不要沾染 就是不洁净之物 我就收纳你们 那么最后我们就来看 新业的一些的教导 那么很快的 我们就来看这一些 《西伯来书》第九章十七解说 这些四世纪会幕或者献集 连那些饮食和猪板洗作的规律 都不过是熟肉体的条例 定义到正性时候开始 就是在约束来之后 这些都饮食上这些规条都成为过去师了 所以就业的饮食进阶或者捷径的条例 只不过是在表面上或者是物资上的领域 那么《西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九章 你们不要被那主邦关于的教训 勾引去了 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讨的 并不是靠饮食 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到益处 所以人心不是靠饮食上的专心专注得到益处的 甚至在《格罗西书》第2章的20节说到 你们若与嫉妒同时脱离了世上的小学 为何人像在世俗中活着顺从那不可摸不可赏不可摸的这些条例呢? 所以这里强调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不是因为这些所以 就业的这条例是 已经在新业的时候已经成为过去是最后我们来看 罗马书14.14 我凭着主耶稣却 只剩着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 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 所以只要在信业里面给凡神所造之物 如提摩在前书第4章的4节说到 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 我们要感恩领受就没有一个是可缺的 对不对 那比如说你看呢 使徒新传19章的2829 你就会发觉到因为圣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当放在你们身上 唯有几件事情是不可少的 这就是对我们外邦的信徒 我们非以色列人的信徒 那我们所要境界就是 不可吃那些 击败偶像的物和血 或者热死的僧主 或者犯监狱这几类 其余的上帝愿我们平安 所以 来到主耶稣最后的 来看耶稣的教导 他说什么呢 他说 你们 也是这么不明白吗 岂不止从外 面进入的 不能误会人 OK 总结 我要以耶稣这句话来告诉我们 因为为什么呢 他又说 从人里面出来的 才能误会人 所以弟兄姊妹希望在这最简单的方式 把这蛮长的一段经文 来 来告诉大家的时候 希望我们 在 生活当中 在分别为色 在我们的信仰 希望我们真的能够 讨生喜业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知道我们本事不解的人 但是感谢赞美主 因为你的怜悯你的恩典 拯救我们脱离这些 一切的误会 所以求你的帮助我们认清 也让我们能够 成为一个可以好好聆听神话语的声音 选择活在圣洁的生活 选择靠主 选择 上帝为我们的 阿爸天父 谢谢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